哈喽哈喽我是他讲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说了日本环球影城差点倒闭的故事 这一期我们要来聊聊东京迪士尼乐园 相信我的观众有很多人都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 甚至有很多人去过不止一次 在疫情开始以前不包括海洋 东京迪士尼乐园整年的入园人数达到1791万人 排名世界第三 2019年东京迪士尼的股价甚至已经翻到当年上市时的八倍 成为了市值超过5兆日元 总销售额4600亿日元 经常利益1000亿日元规模的大企业 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美国迪士尼公司本部有一个说法 那就是东京迪士尼乐园是迪士尼公司史上最大的失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作用这么多粉丝又这么赚钱 说是亚洲最成功主题乐园也不为过的东京迪士尼 怎么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呢 这就要从东京迪士尼如何从美国被引进到日本说起了 1960年代有两个国际大会接连在日本举办 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 以及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 当时日本身为战败国 开办国际大会 那可是赌上了整个国家的面子 日本政府包括民间所有的大企业 都视这两个大会为最重点计划 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里面 1970年9月大阪万博圆满落幕 所有的日本人都沉浸在感动的气氛之中 久久不能自己 但是呢 余运渐渐消退之后 一阵空虚感突然来袭 十几年来 一直在眼前的目标突然消失 日本的各大企业 尤其是当年参与大阪万博的主要开发商们 不得不开始想 诶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才好啊 于是呢 各大企业就开始举办各种内部会议 把当年负责大阪万博的人才都集结起来 开始讨论如何开创下一个能赚钱的事业 这个时候就有人举手啦 不然我们引进迪士尼乐园呢 这个点子马上就得到了大家的一片赞同 其实当年大家为了要准备大阪万博 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做视察观摩 为什么会去迪士尼乐园呢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去观摩前一届的1964年的纽约万博是最好的 但是呢 大阪万博决定的时候 纽约万博早就已经结束了 他们听说纽约万博的四个大型主要游乐设施 在结束之后 原封不动的被搬到了加州迪士尼 他们就想说 OK那至少去加州迪士尼体验看看是怎么样的游乐设施 出发之前 他们对迪士尼乐园是完全没有概念 也不觉得有什么 他们的目标就只局限在要去体验纽约万博的游乐设施 结果一去之后 惊为天人 这也太好玩了吧 迪士尼主题乐园的世界观 让每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大家都觉得 原来世外的娱乐体验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呢 在会议上 迪士尼引进到日本 这个点子一出来 马上获得了大家的共识 1971年 日本的两大财阀 三井和三菱 分别在完全不知道 对方也在锁定迪士尼的状况下 各自准备了计划书 去到了美国迪士尼公司 说明了来意 但是呢 他们都有了一样的下场 根本还没说明到详细的计划部分 就被擒了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早在三井和三菱来之前 就有别的日本人来过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现在已经倒闭的 NARA DREAM LAND 有没有觉得 诶 怎么这么像迪士尼乐园啊 难道是所谓的致敬吗 十年前有个叫做松伟国三的日本人 他也是去到了美国迪士尼公司 而且还很幸运的见到了华特迪士尼先生 他跟华特先生说 请让我们把迪士尼乐园带到日本吧 华特先生对他印象不错 但以商业经营的角度 迪士尼公司最后派出了华特先生的哥哥 洛伊先生很客气的拒绝了他 这个松伟先生不肯放弃 又再次带着建筑师们来到了美国 华特先生被松伟先生的热情感动 就指导了他一些经营游乐园的方法 甚至还免费派了一些迪士尼的工程师 去日本帮他们 当时迪士尼公司已经有拒绝过了 而且也没有正式签约 华特先生会愿意指导他们 出发点是在于传递知识 帮日本人兴建日本自己的主题乐园 苏伟先生的Nora 建好之后 华特先生看到照片才发现说 这根本就是照抄侵害版权啊 华特先生觉得自己的热心被利用了 当场气到不行 迪士尼再也不跟日本人合作 日本人都不能信任 这就是著名的华特先生大震怒事件 1971年三井和三菱去提案的时候 华特先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可是因为这个大震怒事件影响实在太大了 迪士尼总部看着这些日本人带来的企划书 信中有着无限的猜忌和不信任 所以一开始才会将他们扫地出门 但后来的几年 经不起三井和三菱的三菱茅庐 各种诚恳又热情的死缠烂打 迪士尼公司开始静下心 准备好好的来聆听 评估这两间公司的企划 三菱公司说 学我们的话 我们将会把迪士尼乐园建在富士山的山脚下 三菱集团在那边已经有一个赛车场还有其他设施 那附近我们还有很多空着的土地 到时候就可以新建出 占地比佛罗里达迪士尼还广的 巨大富士山迪士尼乐园 三井则是把迪士尼总部的董事都请了过来 用私家直升机带着他们绕了东京上空一周 三井说 你们不要被三菱骗了 富士山其实离首都圈非常的远 交通很不方便 我们选的建设基地是在千叶县的武宾 从东京车站最快的话 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 你们往下看 虽然现在还只是一片海 但我们跟千叶县已经谈好了填海造地 到时候我们的迪士尼乐园 就会叫做东京迪士尼乐园 最后呢 想当然的 迪士尼总部是选了填海造地的 三井集团的东京迪士尼企划案 迪士尼总部认为 选三井集团的企划就可以从零开始 不仅迪士尼乐园本体 包括乐园周边的饭店 都可以自由的规划 并且把握到整体 对经营来说 自然是比较有利 于是呢 东京迪士尼的建造计划 就这么敲顶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啊不是说迪士尼再也不跟日本人合作 再也不相信日本人吗 这也变得太快了吧 其实呢 这背后还有一个令人非常揪心的秘密 那就是 美国迪士尼没钱了 是的 当时的迪士尼公司其实已经瀕临破产 加州和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 虽然经营的很不错 但迪士尼公司的重要收益来源 也就是电影事业 确实在年年走下坡 再加上呢 华特先生过世之前留下了一个医院 那就是建立一个以未来世界为主题的 全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 这个主题公园就是现在位在佛罗里达州的 《艾布狗斗未来世界》 1966年华特先生过世之后 迪士尼公司为了要完成他的医院 开始不停的投资大笔资金 在这个未来世界的计划开发上 但是没有了华特先生的指挥 开发非常的不顺利 尽管迪士尼已经持续好几年 每年都投下了巨额预算 这个未来世界的构想还是丝毫没有要成型的意思 再加上电影视野没有起色 迪士尼已经开始有点周转不过来了 就变成日本人信誓旦旦说要做东京迪士尼乐园 那就让他们做吧 但条件是迪士尼只要利益 不承担任何风险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就是迪士尼总部认为 老实说吧 日本人能不能做的成功 我们还是只保留态度 绝对不能让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失败 打击到我们美国总部 那不然这样吧 最后呢 7月的内容就变成 迪士尼总部保有乐园全部游乐设施 以及建筑物开发设计的所有权利 迪士尼决定好的开发设计 由日方来旅行 去做施工兴建 开发设计和施工兴建上所需要的所有费用 都由日方支付 这样日方不是很亏吗 别急还没说完 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经营行销决策 以及最后的总销售额都归日方 但往后日方必须无条件支付入场券销售额的10% 以及餐饮跟纪念品销售总额的5%给迪士尼总部 注意是销售总额的10% 而不是营业利益的10%哦 也就是说迪士尼公司可以决定东京迪士尼乐园要提供哪些游乐设施或建筑物 这些游乐设施或建筑物要怎么建造 但是东京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卖多少钱 要不要设入园限制人数 要瞄准哪些课程 要用什么方式提升顾客体验 工读生有什么样的雇用门槛 所有关于企业管理经营战略的部分 迪士尼总部都无权插手 迪士尼总部为了规避风险 订定了这样的契约 后来从开发到完工 日方总共支付了1800亿日元的建设费用 就这样1983年 迪士尼公司第一座走出美国的主题乐园 在日本诞生 接下来就跟我在一开头说的一样 东京迪士尼乐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成为了亚洲最大 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 但是呢 不管东京迪士尼乐园多有人气 多赚钱 迪士尼总部永远都只能收几percent的门票餐饮分红 甚至没有办法给出在经营上的意见 关于这件事 迪士尼公司的前执行长 迈克·艾纳斯在他的著书 Work in progress 中写道 真的很不甘心 真的没有预料到东京迪士尼会这么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对迪士尼总部来说 东京迪士尼乐园是他们最大的失败 在迪士尼总部 东京迪士尼乐园也被称作东京的噩梦 一直到现在 东京迪士尼乐园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间 非迪士尼公司直营的迪士尼乐园 后来的迪士尼看到了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成功 便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兴建迪士尼乐园 但后来迪士尼的经营却没有想象中顺利 1992年 巴黎迪士尼乐园上大开幕却发人问津 2011年宣布负债超过18亿欧元 变成了迪士尼巴黎的噩梦 2005年 迪士尼乐园在香港正式开幕 但开幕后到现在 只有三年是黑字 大多数都是次字 只有变成了迪士尼香港的噩梦 本期的会员福利会继续这个主题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东京迪士尼乐园的餐饮跟纪念品会这么贵 又这么无花八门 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幕之前 日方被迪士尼公司任性的要求耍得团团转的故事 以及东京迪士尼能变成真真正正魔法王国的理由 频道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 欢迎右上角连接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请按下订阅或是转发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